好来关心到我们过去发现这个中美两大强权 他们的工坊工具呢就是这个贸易战 关税大战 不过现在随着AI风潮的崛起 未来我们可能看到中美两大强权打的会是科技战 不过要先来关心到这次是欧盟先出手 宣布从7月4号开始 要对大陆的电动车征收高达38.1% 这真的是一个对关税来说超高的数字 这是一个额外的关税 那反补贴调查将会持续到11月2号 可能会实施最长为期五年的最终关税 那大陆方面当然很不满 就回应说这起反补贴调查就是典型的保护主义 裁出异常高的补贴幅度赤裸裸的保护主义行为 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汽协会也发生了 大陆汽车产业为了要维护大局 积极的配合调查 但是欧方也就是欧盟 却滥用调查权扭曲调查结果 那大陆电动车未来出口到欧洲国家 整个关税成本将暴增27.4%到48.1%的幅度 来看到国际调研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 大陆电动汽车的涨势真的是挡不住 所以现在让欧美国家这么的紧张 用尽了各种手段要防止大陆汽车的崛起 因为预测大陆的电动车市场规模 将会在2028年超过2300万辆 那年复合增长率达22.8% 好总之呢很多的数字提供大家参考 但是显示出的就是大陆的电动车 这个成长长势惊人 欧盟美国都非常的紧张 那另外刚才说到AI风潮崛起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黄仁星这次来台 掀起了这么多的旋风 现在呢美国11月他们就要举行这个总统大选了 那当然对中的一个抗衡手段 也是这个拜登的一个重要的政绩之一 所以现在呢根据外媒报道 拜登政府考虑将AI应用所需的晶片 要列入禁止出口到大陆的范围内 并且锁定这种很复杂叫做 这个环绕闸机制成技术所生产的晶片 总之呢就是一种高端的晶片技术 要防止进入到大陆的市场 知情人士就表示 美国的目的是要提高大陆组装建立和运行AI模型 所需运算系统的难度 并且在萌芽的阶段新技术 要在这个大陆成功发展成商业化之前 就要先阻断这个源头 好要阻止这个大陆晶片的崛起 但美国的这些手段 这些目的呢 前大使借文集断言达不到的 为什么 我们来听他的分析 美国的这个科技政策就是说 我一定要输出的东西 都是最尖端的退后两代的东西 所以这个即使是不对 不是现在打科技战 美国这种东西都是科技管制的 你肯然拿到 这个是很自私的想法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东西到应用层面 然后呢全面的取代既有的现有的科技跟现有的这个材料跟产品 我觉得不会那么快 对了 那这个就是说 你能够说中国大陆没有同时在研发新的这种 所谓的硬件嘛 也都在也都在 而且就是说 根据摩尔定律 你现在的所谓的这些奈米技术 已经快到极限了 对啊 那你如果说有另外 所以以前这个生化家 还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这种 材料 材料的投入 如果有突破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 现在的你这个技术基础可能就 就就不是那么那么值钱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就是不断的在竞争 只要你够投入足够的资源 你有足够的人才 你有足够的团队 你有足够的市场 你的政策有足够的决心的话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说 今天你跑得快 你跑快两步 后天后两天 你搞又被后面的又追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是一个永恒 这个永远在竞争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一种一个行业 而且他的这种领先的 也不是你可以永远 永远可以领先 如果说技术可以永远可以领先的 ASML的执行长 为什么这么害怕 很紧张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提供的话 就是逼着中国大陆自己研发 对中国大陆研发出来 那天也就是MV16的 就是他的怎么样 他的上中就开始响起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技术 大家互相互相能够怎么讲 互相支援 然后呢 相互提息的话 这才是符合人类社会的 共同利益福祉 像这美国这种做法 这种现在从小院高墙 倒到大院铁木 这种就是一种自私之利 自私之利 而且基本上达不到目的 那如果达到目的的话 你今天去对某些国家有用 对中国大陆有用吗 没有中国大陆已经登陆到 跌头背面了 你美国还望尘莫及 是啊 是不是 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可是美国的 我一直就讲 美国的美国的政治体制 他就是很短视 他只只看眼前了 他眼前能够打压你 他就打压你 那么打压不成 最后变成中国大陆全面的 这个突破的时候 美国会是什么处境 但是美国决策的时候 对不起那时候我也不在位置上 对我也不关心 好那另外G7峰会很快的 13号登场 我们又可以看到了 各国对于中美两大强权 选边站的大秀又来了 所以看到这次拜登抵达了意大利 那也开始号召盟友 来来来跟着我一起制裁 中国大陆制裁俄罗斯 宣布扩大对俄制裁 七家驻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 大陆香港公司 都被列入了制裁名单 那美国的其中一个坚定盟友 是谁想得到吧 在亚洲第一个最坚定的就是日本 好日本政府这次也跟风 严拟要对包含大陆公司在内的 涉嫌支持俄罗斯军工能源发展的 实体公司来实施经济制裁 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俄乌战争的名义 就是跟随美国要对大陆俄罗斯 来进行所谓的经济制约 那对此前立委蔡正元就直言说 日本你这样做何必呢 你去惹北京干嘛呢 大概是吃饱饭撑着 才跟着欧美脚步来制裁大陆 他认为日本恐怕忽略了一点 你这样做大陆会开心吗 值得吗 对于报复性的反制 日本承受得了吗 日本大概吃饱饭撑着 吃饱饭撑着 他制裁中国这几个公司 平常你讲也不是什么大公司 环境就是跟着美国 欧洲制裁就制裁 要表示一下 可是你说中国会开心吗 问题在这里 而且中国反制日本 是完全没有心理障碍的 对啊 没有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海产都不吃 其他就小事 中国人超爱吃海产的 都可以不吃 我说日本有这个动作 中国一定会有回应 那一定会回应一个 其他国家也许中国会懒洋洋的 爱你不理 对不对 像如果今天是纽西兰的话 大概中国会爱你不理 你日本好小子 你跟我较量 哎呀 你跟我之间的关系 我要找你麻烦可多 可能可能到了下个礼拜 观光客突然少一半 所以你看到这个日本 他能够参加这个G7 有没有 好像很威嘛 对不对 但事实上呢 他其实小弟啊 他其实小弟啊 大哥讲话 每个人都指责他 对不对 大房二房三房 指责你这个腰房 你怎么没有制裁 这个大陆的企业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叹一口气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 胶原蛋白生态 买六盒就送五包 每日完胜口还定 买八盒就在加码送 十四包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你满载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 就送百 最高回馈百分之十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